第182集 这一楼似乎感应到宋初一的目光 立即朝他所在的方向看过来 尚未瞧见所念之人 耳朵敏锐地捕掘到身后 有刀剑袭来 他在马上一个悬身 削断了两名魏族的手臂 这时 魏军已经大部分脱离战场 除了跑在最前面的那一批人马 成了队形 后面的人早已经四下逃窜 连大道旗都已经扔在地上 正是一个清理败军兵力的大好时机 赵一楼杨剑下令追杀 他牵动缰绳 调转码头 转身之间 瞧见远处一个青树的身影 那沉浸的目光 一如往昔 丝毫未改 仿佛前些日子 为狮子之痛而消沉的时光 从未出现 日思夜想的人 就在眼前 目光交错 赵一楼真想不顾一切地 驱马奔到他身边 然而战争气色而戏 他紧紧握住马匠 一咬牙狠心移开目光 率兵冲杀出去 宋初一的目光 随着他的身影 不禁驱马向前几步 国外 国外 已整队完毕 五名将军 先后来报 宋初一再身望一眼 那渐远的厮杀处 沉声说道 撤兵 是 众将其声应导 将令不可为 宋初一驻赵一楼夹击卫军 滞留一夜 已经是极限了 赵一楼此去 是为了清理调尾的卫军 并非是定要把卫军 全军揭秘 可一时半刻也结束不了 待结束之后 还有许多事情要收尾 等他能挪出空来 少说也得两三个时辰 宋初一转身 率领军队 赶回营地整顿 而后 率军赶回平州 另外一边 魏国公子四即位之后 形势作风 利索狠辣 与其兄 南远北辙 他派使者奔走韩赵 就两句话 三进本是一家 有什么话 可以关起门来好好谈 魏国或许会妥协 你们若是同意 一合 还好商量 若不同意 那就同归于尽 死也得拉上两个垫背的 其姿态之无赖 手段之流氓 真是颇具奶腹之风 此时韩国 已经占领长舍 虽然只是个小地方 但蚊子腿再小 也是肉啊 对于多少年 没见过婚姓 又生性爱占 小便宜的韩王来说 已经足够他兴奋的 不能眠了 因而 魏国使节将话代道 他立刻应下 没问题 不就是一合吗 只要魏国同意让一块地 罢兵好说 什么 你问要多大 再等等吧 寡人得看赵国要多大 必照着赵国来办 赵国才刚从上次 与棋卫那场战中 缓过劲来 一切刚刚复苏 能不战而获 是最好不过 赵国一同一一盒罢兵 一切进行的 还算顺利 只是在割让土地 大小的问题上 有些僵持 两边暂时都没谈拢 却都被拖了下来 魏国终于得到 一个喘息的机会 洒洒秋雨中 浅浅石流泻 本是中都难得的美景 只可惜 秦军在二十余里以外窥死 全城戒备 城楼上铁甲寒光 平天肃杀 一场雨冲洗着 中都城墙上的鲜血 失路的兴起 伴着寒凉 一叫人觉得 凄轻至极 一处庭院里 东房门窗大开 秋风穿堂而过 敏之一袭铜色铠甲 盘膝坐在榻上 一手支着头颅 靠在岸边 闭眼小气 风浮动额前 散落得几缕头发 喂养的感觉 令她皱起眉头 她一个多月 没睡过好觉了 这点小小的不适 并未能阻止入眠 有灵星的冰凉东西 落在脸上 敏之沉沉的睡梦中 出现一片茫茫雪木 耳边喊丝沙声 真真切切 她看见自己翻身下马 急急冲上城楼 心中涌现出急躁之感 城楼之上 风雪极笑 吹起衣袍翻飞 渐进城楼 敏之的视线固定在一个 轻瘦的青年身上 青年望着她 目光平静而又熟悉 眉心一道伤痕 在冷冽的天气里 被苍白的脸色 映衬得尤为明显 初一 我来接你的 她画方出口 忽然看见青年口中 溢出鲜血 刹那间 她脑中一片空白 一切仿佛都已停滞 疼痛 钻心刺骨 让人窒息 面去一个机灵 梦然睁开眼睛 双手撑着暗言 大口大口喘息着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梦了 每次醒来 都不能清晰 记起梦中人的面容 但那熟悉的目光 和那句 初一我来接你 却清晰无比 几日欠下债吗 敏迟转眼望向外面 秋雨迷迷 待坐了许久 她浑身乏力地站了起来 走到鸡边 倒了一杯水 冰凉的水入喉 断时清醒了许多 当初 敏迟和宋初一 同被软禁在胃锅时 坐在窗下 就能瞧见 她在庭院中的一举一动 她静静地看书 专注地自艺 悠闲地抚琴 甚至有时候 同她说话那种散漫中 带着嘲讽的样子 都让她觉得 莫名地熟悉 莫名地想接迹 那时候 她便梦过一回 她死时的场景 分开的这些年 都不曾梦见过她 便渐渐地淡忘了 可是不知怎的 今日竟又做了一模一样的梦 喝完一杯水 面吃抛开纷乱的思绪 在岸上铺开地图 修长的手指 敲着地图上 中都所在的地方 沉思半上 叹息道 死局 她说的 并非中都这场战 而是指自己 魏鹤一死 她便落入一个死局 这场仗 不论打赢或是打输 她再回到魏国 不死 也必然过得凄惨 公子四性子极端 雅兹必报 她很了解魏鹤 不是个能下狠手的人 那么这次 杀魏鹤王 并嫁祸给她的人 必然就是魏鹤身边的谋士 照着公子四的处事风格 如果不能确定 事情是谁干的 那就一巴掌拍死一片 不管妄杀多少 必不能放过主谋 反思这次行事 敏吃觉得 自己还是不够沉着 她一直以为 了解魏鹤的为人 可惜到最后才发现 人心似海 变化无常 为今之计 只能竭尽全力 打赢这一仗 待秦魏歇战时 司机逃离魏国 转而入兆 可是秦军十三万人 魏军现在守城的人 只有八万不到 其中还包括 他从长社带来的 公子四旧部 他花了很大的功夫 才将这批人 整合带到中都 直到现在 他都不能保证 自己可以完全 号令这些人 本就处于劣势 兵将再不一心 想要打赢这一仗 难哪 潇潇雨邪 宋吹从坟城赶回平州 待吩咐几位将军 把军队安顿下来 便立刻找司马错 商议工程之策 魏国西部地区 以平原山地 丘陵为主 北边是太原盆地 南街焚水平原 与秦国咸阳所在的 渭水平原相连 土壤肥沃 人口也十分密集 而中都 就在太原盆地之中 地势平坦 并无天然的地势屏障 这里 曾是春秋十一个 小国的都城 这位城墙 比一般的城墙 高大坚固 立于防守 没想到 明字换真能把那五万人 带到中都 我以为此人 仅有些小人之道 原来竟一直小瞧他了 司马错探导 司马错久力兵士 很明白 仅凭小人手段 根本不能控制五万人马 能带来 不见的能战 能战 不见的能胜 宋吹盯着地图 跳过这个话题 转而问道 大将军觉得 公子四登上魏王之位 会怎样对待这五万人马 这些人都是了亲兵旧部 若是此战之后 能够回到大梁 公子四会为众人马 这是正常的想法 如今是看拳头说话 谁得拳头硬 谁就能掌权 公子四世兄即位 名不正言不顺 必然会遭到反对势力的抵抗 需要自己的亲兵来巩固政权 宋出一摇头 有亲兵助力 自然事半功倍 不过公子四 虽是兵变即位 但所遇到的抵抗寥寥 一者 为何做太子时 手里兵权有限 可以说 几乎所有军队 都是效忠于魏王 只要魏国朝内 能成气候的大臣不兵变 令拥新军 公子四稳坐王位 二者 如今外患大于内忧 在处理外患的同时 正立于他收拢兵权 实乃天赐良机 别人打到家门口 再不一条心反抗 连国都灭了 谁还有闲心 去计较内乱 再说 一般情形下 低级将领和兵族 对君主是谁 并不十分在意 能够影响他们的 是朝中掌权的大臣 和高级将领 眼下公孙衍被俘 会失器官 近比在外作战 公子昂重病 魏国宗族之中 其余公子 大都无实权 正等着一个 能管事的人呢 国魏的意思是 司马错猜不到 他说这话的原因 敏之是为何的人 公子四手下的这些兵 竟然乖乖听从他的调遣 公子四岂能不怒 这怒定然要发泄到将领的身上 司马错不解地说 可是军令如山 也怨不得那些人吧 宋初音眯着眼睛笑 公子四被圈禁期间 只有徐朝宁带领不足五百人 助他拖出牢笼 那些亲兵居然归宿不见丝毫动静 之后还乖乖听从为何调遣 岂不是有归顺之意 司马错想到徐朝宁的身份 猛然明白过来 原来国魏早已未雨绸缪 公子四被圈禁 他的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之所以没有动作 皆是因为送出一丛中作梗 徐朝宁当初在长寿为官 常常通过守城将领向公子四献谋 让那将领得了不少好处 两人关系自是不必说 后来徐朝宁成为公子四最信任的谋士之一 又娶了公子四异母同胞的妹子 由他来谋划营救公子四毫无意义 而徐朝宁的谋划 也就等于宋初一的谋划 他先让封地的军队暗兵不动 下令秦国早已在魏国埋下的暗线 影响容具等太子救部 使他们提出调长设兵力 而后令徐朝宁为营救公子四奔走 待时机成熟 带着原公子四府内养的护卫和死士 去救其脱出牢笼 如此可逐步分离公子四和他的救部 一旦公子四失去亲兵的支持 即便坐上王位 也需要花很大精力去巩固权力 宋初一所谋 主要是为了让徐朝宁成为公子四的心腹 挑拨离间是顺势而为 并未抱着十分把握 不过眼下看来 第一步已经成功 国卫的意思是 我们最好能给 敏驰收拢人心的时间 那倒没有必要 想办法阻断中都与大梁的联系 那边再有徐朝宁做内应 瞒住魏寺不成问题 就算最终暴露 最多是折了徐朝宁 咱们手里还有公孙衍做人质 宋初一说道 相较长远谋划 眼下这场仗的输赢并不紧要 司马错点头 我是一个粗人 不懂得邦交国事 此事全听国卫的 大将军实在过谦了 宋初一直身失礼 司马错的官职爵位皆高于他 又是秦位之战的主将 此时此刻能对他说出此番话 其胸襟可见一斑 更难得的是对他的信任 司马错笑着起身 国卫的人心只是掌控自如啊 此战便由我全权指挥 其他的事就交给你了 诺 对这个评价 宋初一不置可否的一笑 跟着起身送他出去 宋初一从来不敢说自己动人心 更不能自信掌控人心 他只是知道什么样的人最想要什么 这就足够了 徐长宁救出公子寺 扶他上位 成为魏国拱鼓之臣 原本这是个脱离宋初一掌控的好时机 可是宋初一又抛出一个巨大的诱惑 帮他除去公子寺以往最幸运的救部 令公子寺的亲兵按兵不动的时候 宋初一刻意卖了一点点破绽 让安宁大将军吕继 对徐长宁有所怀疑 徐长宁心虚 怕自己是秦国奸细的事情被拆穿 绝对比任何人都想除掉吕继等人 不用送出一交 他都会伺尽卖力地挑拨离间 徐长宁知道 已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唯有孤注一致走下去 才能保住今日来之不易的地位 亡羊补劳 宋初一的手慢慢攥紧 自嘲一笑 这仇报得也不怎么样 报仇是以笔之道还之笔身 而绝不是杀一个人那么简单 宋初一要报复敏迟 就是要将他摧毁得彻底 以前的所有放过都是为了今日 宋初一入侵为官时 敏迟无权无视 杀了他有什么难 但是那样杀了他有什么意义 对敏迟一次次地放过钟 宋初一从不怕在争斗中吃亏 哪怕在喂食将他逼到死相 他心里有的是佩服而不是恨 但是后来 致使庄子断指 就不是他能够容忍得了的 诚然是宋初一失算 他千算万算 也没有算到 一向不问世事的庄子 竟然会跑去咸阳凑热闹 更没有料到 今生仅仅一面之缘 庄子竟肯待他受过 他自责 报仇把自己师父都搭进去 是他的错 是他的无能 但始作俑者更不可放过 伤死之仇可以放开 背后放冷箭可以作罢 伤失之恨 至死不休 还有他的孩子 他不相信这件事里 敏迟没有掺一脚 先生 一道黑影 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大战门口 从身形和声音 送出一遍出是古寒 进前说 赵将军率兵追击卫军 杀敌三万余人 已经安全返回分尘 知道了 宋初一看见他浑身 被雨水浸湿 顿了一下说道 你去洗个热水澡 换换衣物 别染了风寒 嗨 古寒把他的话 当作命令一般 一丝痛楚 涌上心头 宋初一端起茶壶 以倒水的动作 掩饰情绪 古寒以前 尚有一丝人情味 自从古今死后 他就彻底地 成为了一个影子 办事一丝不苟 没有要事 从不出现在人前 宋初一知道 古寒心里 排斥见到他 古今为救他而死 是大义 是忠勇 他没有错 古寒也许不恨 但定然不能释怀 古寒离开 宋初一默默地 放下茶壶 起身夺步到门口 秋雨夜幕 连火光都显得 风外暗淡 他望着远处 眺望台上的光亮 陷入沉思 Andy 已经坏了 似乱